我的世界单人生存第五期 上期终于给基地的地基弄好了 这期咱们再去找个合适的位置下 换挖些建基地的材料 顺便找点矿石 首先我先给背包整理一下 然后再出发 就这样了 带来些木头 食物 拖把 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出发 想了一下 咱们还是去上司挖矿的那个方向 必须有闪 那个方向我记得也有一个村庄 但咱现在不去 因为以前我感觉 每次在我来村庄之前 村民还生活得好好的 等我一到期 啥都变了 到最后 村民也不怕 所以再在监狱 村民的家建好之前 咱们就不去打二战 若遇小羊 咱们顺手 带走一个 然后就往挖矿的方向 分拨 拦了半天路 终于又到上司挖矿的 上司一出套 原来另外 一边也有一个地方 看 不过这次 我也不知道是挖了 现在身上 也没有铁杆 我可不想再吃上司的位置 然后这次下矿的位置 我准备换换了 这地方 沙石有点多 我挖矿最反舟的 咱们就先四处逛广 找个合适的位置 再下矿吧 逛了一圈 发现了一个 显然洞 就这么 咱们就先插上火把了 只有插上火把 我才有安全感 我擦 原来这栋就这么一点 这里还要数 哎 想换位置 但又拉换了 就这么 咱们去封住洞 然后就开干了 OK 现在这个洞 就彻底熟悟了 我也可以正式开始干活了 我也可以正式开始干活了 but that's cause you do shit though but my son if I beat you like so thank you baby I'm going to think of but it's all and flies up by that'd be more dike quan you and dike inside and don't see that fight eye 这个 挖到铁了 咱们就先收下来 知道我为啥挖的 还不同的回合 因为我和老师听到 小飞的那种声音 那玩意我最烦的 现在 这么弱小的舞 不为所点 那就趴着铁回家 现在咱们听着音乐 继续吧 这啥 峡谷吗 我先不去看了 我看看周围 有没有其他的位置 好往下往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 咱们继续吧 有咱需要的建筑材料 咱们也顺手收下 终于挖完了 咱们继续往下挖吧 整半天 终于挖到石头 石上原因 这期就到时候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知识 感谢观看